三星Note9深度评测 在苹果秋季发布会之前 三星下半年的旗艳Note9也到了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Note系列发布时间比每年来得更早些 业界有分析是为了挽救SU销量低迷 所以Note9起早入市 又一部分原因是要阻击今年的新iPhone了 那么今年的Note9有哪些升级 又是靠什么阻击新iPhone的呢 在三星Note9发布会之后 小编最喜庆的上手名字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眼从正面看到Note9 你可能分不清它和上代Note8有多大的差距 确实从Note9的外观来看 依然使用了方方正正的设计 屏幕相较于上代产品 Note9放大了一点点 采用6.40英寸2KF绿屏幕 Note9的中框有细微改动 采用了抛光导角加压光中框设计 从正面看抛光导角呈现反射光 使Note9在颜值上得到提升 机身背面才是你分别它和Note8最明显的地方 上代饱受诟病的是人 误触这次得到了改善 和S9一样涉及到了上头的下方 而且和上头又有一定的空间 和指纹识别模块彻底分开 使用户在盲暗的情况下几乎可以准确的摸到指纹 而摄像头这次延续了S9加的模组 采用了后置双1200像素上头 支持F1.5-2.4的可编光圈 不过个人并不喜欢Note9的背后上头设计 同样是后置1200像素S9加用矩形点缀 而S9的外形还要方正的Note9 却用上了圆形点缀 尤其是采用了黑黑色机身 这种大小眼的感觉上显出雾 可是不得不说 也就是这样的上模组 还有了三星较为出众的拍照能力 说到拍照 尽管Note9和S9加 使用相同模组的摄像头 不过在拍照方面没有所提升 这次更多的是在AI优化方面 Note9加入AI场景识别技术 包括植物、食物等20个场景识别 这过程当中不需要用户手动干预 即可准备完成 类似的功能在手机行业 已经逐渐成为趋势了 手机里藏着一个机器人 帮助用户默默提升拍照能力 三星在这手机里面 加入了一种叫做瑕疵监测的功能 举例来讲在拍摄合照时 人物有闭眼的 Note9会提示进行重拍 当你拍照的画面模糊时 Note9提醒镜头桑了 或者是否处在背光下拍摄等瑕疵弥补 力求提供用户拍摄更完美的照片 当然Note9依然支持 1秒960帧的超级慢动作功能和F1.5 是2.4的可见光圈 在若玩拍摄时 摄像头可以自动调节光圈大小提升旁边亮度 S-Pen作为Note系列标志性的配件 这次在Note9当中有大幅改信 Note9中的S-Pen内置低功耗蓝牙模号 可作为遥控器控制手机 比如说在拍照时只需传按S-Pen的按钮 即可换性拍照功能 但拍照双按切换前后上头 这个功能类似于自拍感上的控制器 但S-Pen的操作更加简单 无视频配置 拔出即可按下按钮 最大范围在10米时内都可以自由自拍 除了拍照之外 S-Pen还可以当PPT翻页按钮 或者是革媒体操作 这是非常契合它的定位的 也是商务人士持续的功能 这才是Note9系列跟其他手臂差异化的竞争之处 此外颜色也是S-Pen这次的看点 不同配色的机身所配的S-Pen的颜色具有所不同 比如说寒霜蓝配明光黄 炫金铜配红色 不同颜色的S-Pen在写西平备忘录时 不再是简单的摆色 Note9会根据S-Pen笔杆的颜色 持有三个颜色在西平备忘录当中 当然内置金铜号莱雅模块的S-Pen也需要充电 官方称S-Pen充电30秒迅航4个小时 实际不需要担心电力问题 因为随手插回笔槽内就能进行充电 Note9在核心方面没有跨越性的提升 但依然和S9系列使用相同的S-Pen845处理性 但内损上上得了8G 纯组空间支持512GB的纯组 另外还支持512GB的纯组卡 这么一算手机也能够有1TB的纯组分别了 三星还是会根据不同地区采用不同的芯片 国内预计会是S-Pen845 哪地方会是猎虎座9810芯片 为了让手机散热效果更好 官方称梦组内部加入了水汗冷却系统 和基于设备AI的性能调整算法 这么做的目的 不用说防止触及气过热 防止气降低 热管尺寸和内部的进水量的增加 以改善起起热能力 看些为界面加入以提升导热能力 根据三星的说法 升级后的冷却系统 起热能力提升了三倍 导热系统提升了三点五倍 以此来保持处理器不降频 保持高气氧状态 总结 从2011年的Note系列 到处至今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Note系列也凭借着 大屏和S-Pen8的功能 一路成为商务和推训人士其他产品 不过近两年 由于S系列的屏幕越来越大 和Note系列的差距正在绝点缩小 所以两者如何打出差异化 才是很大的问题 在苹果修计发布会之前 三星6.9深度评测 在苹果修计发布会之前 三星下面的企业 Note9 中文字幕越来越大